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特特朋友们,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聊一个美国人非常嗨的一个新闻呢 包含可能有些绝青也觉得特别特别嗨的一个新闻呢 美国爸爸又来咯,对不对 美国的爸爸去了哪里呢,先跟大家读新闻啊 美国林肯号核动力航母驶入韩国东部公海,对不对 美国去干嘛了,对不对 东北亚局势嘛 美国在亚洲唯一看起来还能动一欢动一欢的一个地方的一个一个地方吧 然后的美国人又来了,林肯号核航母 可能很多的朋友看到这种新闻不爽,对不对 你看一看美国又来张牙舞爪了 但是啊,大家真的是啊,得好好看一看这个新闻 那美国能做到什么啊 美国在东北亚能做到什么 首先啊,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啊 这个对亚洲的一个局势 在西亚,先讲西亚啊 不管是哪个叫沙特,谁人又是啊 这个阿联酋,然后的话都不接拜登的电话,对不对 放出风来,要用人民币来做石油的交易 这个东西啊,我就不说对于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了 大家自己猜,大家自己看啊 西亚是这样,中亚那就不要说 对不对,中亚 上海合作组织啊,吉安组织都能覆盖的区域啊 这是中亚,然后呢,南亚,对不对,南亚最近啊,美国刚跟印度的莫迪啊,拜登刚跟莫迪通完电话 结果呢,没有什么,也没看到什么成果呀,对不对啊 然后公开出来的消息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啊,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强迫这个印度战队,谴责俄罗斯 也没有强迫印度啊,一定不要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对不对 石油和天然气啊,煤炭什么什么的,我们没有强迫印度啊 然后呢,停止购买这些东西 总而言之,南亚还是这个样子,对美国犯了硬化了,对不对 我要警告印度如何的,结果呢,通完电话,没有什么结果 南亚是这样,然后咱们讲一讲啊,中南半岛,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就是东南亚 东南亚基本上,哎呀,这个状态呢 我不想过多的去说了,东南亚这个东西,东亚这一块呢 基本上非常稳定啊,咱们就说非常稳定就可以了 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 然后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东北亚,对不对 东北亚看起来美国还能动会动会 所以说呢,美国的林肯号航母来了 但是啊,紧接而来的是下一个新闻 下一个新闻,跟大家读一下啊,非常短一句话的新闻啊 标题啊,4月12日,中国海警2302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 领海内巡航 就是一句话的新闻,你做标题啊 这个这这一句话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长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大家要想想啊,要知道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要把这两个新闻给放在一起 美国人在东北亚,搅动东北亚的局势,对不对 展现自己的实力 我们我大美利坚的啊,这个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还能在东北亚搞演习 要震慑一下东北亚 你们谁都不启动,我的航母来了,对不对 谁敢不听话 我航母上的飞机,那大好的F35飞机收拾你们,对不对 我美国最棒,我美国最硬,对不对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形象,对不对 然后,可是呢,中国这边只是啊 一步骑就可以了嘛 4月12日,中国海警2302舰艇编队在我 钓鱼岛临海内巡航 什么意思,钓鱼岛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钓鱼岛,对不对 争议,对不对 跟中日之间矛盾的一个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对不对 日本,对不对 日本,然后的话跟中国啊,在钓鱼岛有领土争议啊 中国就是说了嘛,钓鱼岛就是我们的 日本非得说是他的,对不对 这有争议,结果呢,走到了今天啊 大家都看到了 中国的海警船天天取,天天取 那么这都不是新闻了 可是为什么今天生生的变成了一句话新闻 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一下 其实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临海内 然后的话巡航那都是日常 结果呢,今天变成了一个大新闻 一句话新闻 就国内的很多的网友都很关注的嘛 新闻越短,事越大 为什么一个日常的一个巡航走到了今天 变成了一句话的大新闻呢 很简单,对不对 你美国要在东北亚展示实力嘛 东北亚都有谁 日本,韩国,还有朝鲜嘛 包含这个林肯号来 就是借着朝韩朝鲜试射什么导弹 寻那个那个来的,对不对 而且呢,这个这个这个军演 有可能跟韩国一起举行军演呢 但是啊,之前传来新闻 韩国文在寅政府说啊 我不同意跟日本一起军演 美国本来想搞三方军演的 美国,日本,韩国三方搞一次军演 结果韩国说我不同意 我不想跟日本有发生任何的一个关系 尤其是部队,军事方面 我不要跟日本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说这个三方军演我不参加 你美国愿意怎么弄怎么弄 结果美国的这个林肯号来了 去了韩国 可能要跟韩国两国搞一个军演 然后的话美国他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直接嘛 日本,韩国,朝鲜这块区域 我美国还是存在的 我美国还是说话算的 结果呢,我就动你的日本 对不对 我中国这边就动你的日本 钓鱼岛这个事情就来了嘛 我直接放着新闻出来说 我要去钓鱼岛新航啊 这什么意思啊 就直接打脸你美国 你美国不是厉害吗 大家得知道啊 在东北呀 日本是跟美国最近的 对不对 而且日本 而且美国是有法律 日美安保条约 有法律要保卫日本的 那结果呢 对不对 钓鱼岛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呀 对不对 中国的这个海警船就又去了呀 你美国不是展示实力吗 你美国的这个林肯号都来了 然后往南开一开 往南开一开 就钓刀 就就就钓到 钓鱼岛了 对不对 然后中国的海警船在哪里 你美国来呀 对不对 保卫日本呢 你这个时候就是 就是展示自己实力来的嘛 然后中国海警船 然后又出现在钓鱼岛 给美给日本人啊 一点颜色看看 然后呢 你美国为了这个日美安保条约 保卫日本 你的这个大大林肯号 就得来钓鱼岛啊 你来了吗 大家可以看一看 他会来吗 大家觉得美国人会来吗 林肯号会来吗 所以说呢 我我直接跟大家说吧 美国人不会来 对不对 本身中国的海警船天天去钓鱼岛 055大区域围着日本本岛转 美国的军舰来的不来 看的不带看的 那么就是这种情况 美国人来的不会来的 这一次虚张声势啊 想在东北啊 搞一点动作出来 搞一点声音出来 结果呢 中国只需要这一步 就直接证明美国人的无能啊 美国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虚张声势啊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 我对我还进船去了呀 去钓鱼岛了呀 我放着新闻去 你的那个领导号能来吗 对不对 不是展示实力吗 在东北亚展示实力吗 我直接这一步棋 就吓唬日本人 日本跟你美国最近 虽然说韩国也有美国的军事基地 对不对 韩国那个军事基地 可是跟冲绳那个军事基地 没法比啊 大家得知道这个啊 韩国的军事基地 没多少美军的 还有最多的美军 几万人都是在日本 日本跟美国最近 我直接就找日本的事啊 我不说韩国如何如何 我直接就去就去钓鱼岛 来吧 来吧 美国来啊 往南开一开 美国的这个这个航母 往南开一开 就到就到就到这个钓鱼岛了 你 你不是厉害吗 你不是在东北啊 厉害吗 对不对 能够影响朝鲜 能够影响韩国 同时你能保保障日本 对不对 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 然后的话 钓鱼岛出事了 你美国人能来吗 这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啊 大家觉得呢 对不对啊 一步骑 一步骑就让美国现原形了 这就是啊 你来不是展示自己实力的吗 我一步骑钓鱼岛出事 我让你看一看美国的实力在哪里 对不对啊 虚张声势就是虚张声势啊 总而言之吧 咱们可以看一看 东北亚局势啊 它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了 亚洲局势是什么样的 从西亚到南亚到东南亚 再到再到东亚 对不对 然后的话咱们看一下这个局势会变成什么样 美国这个时候还能派航母来 是可以 没问题 但是的话你来 你达不成你心里面那个目标啊 对不对 展示实力的目标嘛 展示一下我有多厉害啊 对不对 可是啊 我相信很多次朋友又想起另外一个事情了 想起展示实力啊 那就是中国的运尔石嘛 十二架次往欧洲去飞啊 你美国在哪里呢 对不对 你美国拦得住吗 本身欧洲是你美国人的地盘 我这个时候运十二就往那往那运东西啊 而且运的什么 不告诉你 我是正常的这个军事上的这个这个运输运送东西 你美国怎么样 我不能怎么样 美国这个时候估计 估计啊 可能会觉得比较丢脸吧 然后的话在东北亚这个搞个军演吗 一定要拉上韩国 咱们一定这个军演要搞起来 虽然说韩国还没有确定消息啊 到底会不会跟美国人搞军演还不知道 虽然说韩国之前就拒绝了 是那个美国日本韩国三国搞军演 但是啊 韩国跟美国两国搞军演的话 这个事儿韩国还没确定 但是美国的这个声音已经出来了 我美国这个林肯号航母要跟韩国搞军演了 但是中国这个时候一步就给你给你做死了 你知道吗 你美国不是强 你美国不是硬吗 去钓鱼岛吗 都在保卫你的大日本吗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东北亚这个局势 其实也是固定化的 美国现在一丁点办法都没有 自己的后院 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人的后院是中南美洲 但是欧洲也是美国人掌控的一个地盘 对不对 北约牢牢牢的掌控住欧洲 结果中国趁现在美国不行了 已经去往欧洲了 孕二十已经向欧洲展示中国的军事存在了 那你美国没办法 东北亚你想惹点事儿 可是东北亚你要惹事儿的话 你就来 来来钓鱼岛海域 我让你来 我公开告诉全世界 对对 我新闻已经说出去了 我的2302号舰艇编队已经去了钓鱼岛海域 你又来吗 不来 来不了啊 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想要虚张声势他都没有实力了 大家就知道就可以判断未来局势是如何 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过很多遍 中国的战略目的 尤其是在亚洲 就是把美国的影响力挤出去啊 你跟他打仗都没有任何意义 然后我就是让你美国的国家信用 我还去掉 大家明白了吗 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国家信用 关键 关键在哪里 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让全世界看见美国不行 这就是美国现在自己最大的一个问题 美国不仅自己证明自己实力往下去掉 中国这边还处心积虑的证明美国实力不行啊 对不对啊 美国觉得自己现在又赢了 又可以了 忽然又可以了 派着大航母又来了 对不对 来东北啊 来搞一点事 结果呢 你展示你实力 你得你得 对不对 你得做事啊 结果你什么也做不了 钓鱼岛出事情 保卫日本呢 大家明白了吗 接着亚洲未来会如何呢 美国来一次丢脸一次 来一次丢脸一次 你就想想美国未来还愿意来亚洲这边吗 他还有什么实际的利益在亚洲吗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有啊 对韩国也有利益 台湾也有利益 日本也有利益 咱们就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 美国最后退出的 在亚洲最最后退出的是日本 但是前面像韩国 像台湾这个岛 美国会提前退出的 为什么 现在已经有所征兆了 大家得知道啊 最近啊 芯片行业出现了很多的新闻 不仅是已经有半年一年了 就美国一直在放话嘛 台湾的台积电去美国 台湾这个岛上面最大的利益来源 对于美国来说 最流口水的东西 就是台湾的这个 这个芯片行业 也就是台湾这个台积电 美国一直逼着台积电往美国去 韩国同样也是如此 美国跟这个三星谈过多少次了 对不对 三星你得配合美国人 三星你得去美国设厂 三星也配合了 但是美国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退出亚洲嘛 对不对 如果亚洲 尤其是东北亚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十分安全的 对不对 我美国的影响力 我美国的实力还是能够在这片区域伸展开来 没人敢惹我美国 我美国说啊 就是保护谁 那就是保护谁 谁敢动他 我美国就灭了你 如果美国还能说到做到这种事情的话 三星和台积电都非常安全 都能继续留在台湾和韩国 可是美国现在表现是什么 台积电去美国 因为美国也护不住台湾这个岛了 包含韩国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三星啊 你不要跟我美国人顶嘴啊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美国人顶嘴 你该去这个美国设厂 你必须得去美国设厂 对不对 你得把你的产能移向美国 然后的话 韩国和台湾这个岛 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往后收缩的一种状态 美国已经向全世界证明 已经没有什么实力 能够完完全全保障这两个地区了 保障这两个地区上面 美国的利益的这个来源 已经没办法保障这个事情了 那日本呢 日本其实非常简单 你看一看这个钓鱼岛 就已经证明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回啊 钓鱼岛这个事情 就足以能够证明美国公信力 已经在日本日渐衰微 其实就跟台湾一样啊 台湾最近的民调嘛 这个民调其实很有意思嘛 最开始六成人相信 美国人会来保护台湾 慢慢的变成了五成四成多啊 不能够相信美国人保护台湾 慢慢的现在是三成 对不对 三成相信美国人能来保护台湾 日本其实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啊 公信力在那里摆着 尤其是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关系 又更加的复杂 然后二战结束之后嘛 美国的影响力能够在日本存在 有一个根本 就是二战 日本战败过嘛 然后到美国是保护过 对不对 然后到美国的军队能够在日本 然后到吃日本的喝日本的 日本人得拿钱养着美国的军队 是为什么 是因为美国人要保护日本 结果美国人如果没有能力和实力 能够保护日本的话 日本人这个钱 他还愿意花吗 对不对 明明交的就是保护费嘛 对不对 交的就是保护费 然后到保护我大日本的安全的 结果呢 你美国不中用啊 对不对啊 美国没用嘛 然后呢 保护不了日本 那日本人就就得开始想 哎呀 这个钱花的值不值 对不对 我们大不了把这笔钱交给别的国家呢 让别的国家保护 我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别的国家是谁呢 大家自己去想 总而言之 美国人在日本人 在日本存在的这个意义 慢慢的消失掉了 其实这些新闻 整体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 是日渐衰微呢 还是一天增长过一天呢 还是一天强过一天呢 我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在眼里啊 那总而言之 那亚洲的未来会如何呢 你就跟这个林肯号航母一样 然后的话 展示自己啊 强硬 展示自己厉害 对不对 跟着韩国啊 要来韩国的东 东部 东部公海 搞一次的那个军事演习 展示我美国在这的存在感 结果 对不对 一个钓鱼岛 就证明你美国人军事实力 你的实力 你的影响力 你的威慑力 都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你美国不敢动啊 就跟乌克兰一样 就跟乌克兰这个问题一样 美国人 美国人就把那个俄罗斯 俄罗斯人糟见的不得了 糟见成啊 万恶的 邪恶的 然后到全世界的骂俄罗斯人 结果 结果美国人就是不去啊 死活就不去啊 我不能打仗 不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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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美国都不止说三遍了 总而言之就是不打 那美国人到底是图什么呢 图的就是利益啊 美国人如果能打 他早打了 如果打仗 能够给他带来利益 他早打了 然后呢 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打仗对于他来说没有好处 而且美国本国又出了问题 如果一个没有好处的事情 又是冒风险的事情 然后的话 到最后啊 他没有占到便宜 你比如说乌克兰这个事情啊 打下来了 保卫下来乌克兰 对不对 打服了俄罗斯 那对于美国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俄罗斯这个国家 其实同样的道理 就剩下什么天然气 石油煤炭 这种能源型了 俄罗斯就是靠卖能源 才撑了这么多年 美国打下来了 美国自己本国也有石油天然气啊 对不对 然后打下来了之后 油价整体啊 往下去降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前一段时间 新闻啊 油价都降到恨不得零美元呢 这个这个这个新闻真的是很吓人的 降到如此之低的一种地步 美国人自己也卖不出去这个钱 你说美国人图什么呢 对不对 他帮了乌克兰 然后这乌克兰有什么利益能给他 帮了打打下了这个俄罗斯 那俄罗斯有什么利益能够让美国人榨取 都没有 他还有一个失败的一个可能性存在 如果失败了 他自己本国经济又不好的一个情况底下 美国就会一蹶不振呢 这就是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 他在乌克兰这场战争里边的这种表现 也是有原因的 那反过来 如果在东亚这边跟中国起了冲突 那美国赢面大吗 胜算大吗 他面对俄罗斯的胜算 他都他都得小心翼翼的去去计算 这个危险的程度 他对于中国来说 大家真的是可以想想 他胜算会更大吗 中国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领海无敌 近海无敌 中国近海 你跟中国打仗 中国无敌 为什么 你说实话 俄罗斯这场战争的表现不好 他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因 就是穷 就是没钱 他如果有钱 他拼命的造那种超高音速的导弹 能直接打乌克兰 乌克兰也没辙 对不对 如果有钱 能够发展无人机 能够无人机的话 被击落 其实也没几个钱 对不对 但是如果产生战果的话 会产生极大的一个战果 俄罗斯也没这个钱 去发展自己的无人机 对不对 可是反观中国呢 对不对 超高速 超高速的导弹 有 无人机 全世界 你说 美国是第一 还是中国是第一 现在的情况 不好说 对不对 总而言之 中国就有这种地位 然后的话 无人机是如此 最先进的飞机 最先进的海军 对不对 美国现在也撑不住 尤其是导弹巡洋舰 这一块 美国已经不行了 现在中国的05 你不能说世界第一 咱们 我谦虚一点 世界前三 行吗 那总而言之 就是中国的现在这种军力 你美国如何来打吗 非常非常困难的一种程度 如果动手了 美国只能被加速的推出亚洲 而且在亚洲 美国输了的话 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美国的这个信用 直接就掉在地上 真的是 一落千丈 就这么我还去掉 美国在亚洲输了的话 在欧洲 在非洲 在中南美洲 全部变天 大家真的是慢慢可以看 尤其是现在 俄乌这场战争发生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俄乌这场战争 美国展现了自己的实力 就是不敢打仗的那个实力 南非跟美国喊硬化 然后到巴西跟美国喊硬化 跟美国对着来 你就想象一下 如果说美国在某一场战争 吃了亏 打了败仗 大家真的是可以想象一下 你就想想 非洲 中南 那个南美洲 中南美洲 然后的话 再加上整体的亚洲 再加上欧洲 会怎么样看待美国人 美国就倒了大美了 你知道吗 现在这个俄乌战争 美国其实也就是展示一下 自己的无能 就已经变成 非洲的最大的国家 南非叫板 南美洲的最大的国家 巴西跟美国对着岸 都已经变成这样了 如果你在这个什么 东亚跟中国这边 真是来那么一仗 死磕了那么一下 被中国打的一个脸 打了一个大花脸 出来的话 你就想象一下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价值 还有什么意义 直接一落千丈 美国好好的退回北美洲 当北美洲的老大 也就是这样了 总而言之 咱们可以慢慢看下去 然后我在这 就提前跟大家判断一下 美国在东亚 展示自己实力 林肯号核动力航母 展示这个实力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如果有用的话 有本事 你就去钓鱼岛嘛 中国的海警船 做着新闻就已经去了 对不对 2302号 舰艇编队 已经去了钓鱼岛 美国人会去吗 不会去 咱们慢慢看下去 这个新闻就是如此 可能一般的老百姓 没有感觉 但是政治人物啊 全世界的政治人物 都看在眼里 你美国在东北亚这边 展示实力 没有用了 咱们慢慢看吧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儿了啊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